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价也很短 感觉并没有和两位歌手多元交流的欲望 或者他们并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把两人的其他特质深挖出来 阿应该还好至少张绍涵和胡彦斌从侧面叫上了他的音乐剧成就 但金润吉在唱歌之外的东西几乎就是零成线 其实我们从周深和声音鉴赏团的评语当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两人的评语虽然充满了赞誉 但显然是有潜台词的 比如周深 他强调唱方面是没什么可说的 说到这里呢 就是戛然而止呢 但是感觉他还没说完啊 既然唱没问题 那么肯定在其他方面有问题啊 不然也不会用这种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呢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想表达 两人对唱功的征赞 完全可以说的更直接了当一些 比如二位唱得太好了 但他可以强调唱的方面 感觉话里有话 声音鉴赏团的评语同样如此 爆发力太风挑不出毛病 是不是其他方面就可以挑出毛病来了呢 至少从潜词造句方面我们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说实话 周深和声音鉴赏团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也许是 两人唱得太好了 但除此之外呢 没有其他闪光点或者特质呈现了 而在这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是非常不讨窍的 综艺节目综艺效果是第一位的 如果你只有专业领域当中的超高能力 但其他方面没有输出 那么在节目里是很吃亏的 比如你只会严肃的唱歌 但不会搞笑 不会活跃气氛 不会接梗 不会造梗 那么你对这个节目的综艺效果输出就几乎等于零 尤其像天赐的声音这样的节目 音乐其实只是万一 大家真正想看的 其实是音乐人之间的辩论与争吵 这就涉及到两位的唱功了 既然两位的演唱让所有人都挑不出毛病 那还争论的什么劲啊 还有争论的点吗 这一轮呢 声音鉴赏团难得的没有挑刺 因为他们挑不出 但声音鉴赏团的人物 不就是通过挑刺为节目更新效果吗 但这一轮阿云嘎和金润吉的演唱 却让他们在这方面失声了 这对节目来说呢 等于少了一个看点 阿云嘎和金润吉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过于板正 只专注于音乐本身 自身其他方面的输出几乎为零 这种歌手呢 很适合那种严肃纯粹的音乐舞台 但对于一个综艺节目来说呢 两人的这个特质其实就是短板 如果把周深和声音鉴赏团的潜台词补足的话 那应该就是唱得太好了 爆发擂台风都挑不出毛病 但两位好像都有点无聊了 让我们无话可谈 无料可以挖掘了 我们想在音乐之外 找一些元素和两位开开玩笑 聊聊家常 但两位似乎并没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